那再來我們剛剛講到浴室 它有一個很恐怖的地方 就是 對 你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前陣子 我差點被我們家貓殺了 對 因為我有我的浴室 我的廚房上面是一個 就是砍進去的那一種電磁爐 它其實也有安全鎖 可是我家貓就是開鎖了 然後呢 而且它很機車的是 它把旁邊那一袋禮盒 給我拖到電磁爐上面 然後燒起來 這個叫縱火 就燒起來 這真的叫縱火 對 然後燒起來之後呢 在睡覺 它這事情是發現在半夜 那因為我家又沒有那個 煙霧偵測器 然後睡醒早上起來之後 我就覺得 為什麼有一股那一種燒焦味 然後我還在想說 是不是整棟大樓失火 然後就聽到電鳴聲 管理員就已經衝上來 然後我出門的時候已經是 完全煙霧瀰漫 看不到五指的那一種 然後因為它又拿東西去燒 然後是塑膠 所以我家整個是有毒物質 在空中這樣 我跟你講整個立刻就是 頭暈想吐 就已經是中毒這樣 然後立刻就把門窗 什麼打開什麼的 我真的覺得 你其實房間還是一樣 就是很多東西 可以用DIY的方式來解決 譬如說你可以去買 這種知名品牌的 這個防煙的偵測 那一旦有這個狀況 它這個低時間提醒 就不會等到這麼嚴重 還是說我就是 買一個大一點 籠子綁包關於 我沒有 好慌慌 真的是 哈哈哈哈